闪亮登场,全新Chevrolet Cruise 欧洲记者评为2010年最佳汽车 在印度的年度最佳汽车 又是世界巡回錦标赛英国、意大利、德国和巴西各残的冠军 世界验证了这部轻型汽车的不平凡故事 全新Chevrolet Cruis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十个标准安全气袋 加拿大最佳保用服务 超越一般驾驶 Cruise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这个活在五点的嘉宾访问环节 我们来到安省的皇家博物馆 我们请到了这次 秦始皇兵马俑展览的策展人沈陈博士 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次展览 沈博士欢迎您 你好 你好 那么这个展览据我所知是从今年的6月26号开始到现在小半年的时间了 有多少人次来参观呢 你的目标又是多少人次来参观 我们到现在为止的话 大约已经超过了20多万 但是我们不知道最后一个月里面还会 特别是在这个新诞节期间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小高潮 所以我们的目标的话呢 希望能够超过30万 30万 那么这次 据我所知上 这是秦始皇兵马俑第一次来到加拿大 是您作为这个策展人 您是怎么会有这么样一个想法 然后把这个中华文化带到加拿大呢 秦始皇兵马俑的展览 以这种规模 以这种形式 到加拿大的话呢 是第一次 秦始皇兵马俑是 大家所知的是 可以说是世界第八大奇迹 是最著名的 我发现 特别是他这个雄伟的 这个秦始皇兵马俑的雕塑 已经早就震撼了这个世界 世界人民 所以呢 我想世界各地的 各个不同地区的文化的观众 都会对这个秦始皇兵马俑 特别这个热爱和喜欢 所以呢 我们想把它带到多伦多的话呢 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愿望 所以这次有这个机会 我们和中国文物管理部门 进行了长期的合作和交流之后的话呢 能够在今年的年初 能够把它带到多伦多的话 是我们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那咱们具体来说 就是您希望这次展览 能给多伦多 然后给安省 再大来说 给这个加拿大全国带来什么呢 首先的话呢 是希望给加拿大的观众 对一个中国的这个古代文化 和中国的这个辉煌的这个文明 历史 有一个更直接的感性的一些认识 所以我们通过 通过我们对这个中国 考古初读发学的文物的展示 艺术群的展示 它对中国文明呢 有一个直接的感受 同时呢 从这个通过了解秦始皇兵马俑 也通过了解秦始皇兵马俑的创造者 这秦始皇本人的历史 他这个秦始皇怎么能够和他的祖先 怎么从这个 把中国从战乱分论的时代 就是说统一到这个和谐的 强大的汉帝国 这么一个过程 我想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反映 这个展览的话呢 能够给观众 给我们的观众的话呢 能够深刻地了解和历史 这个中国 2000多年以前的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这个强大 以及中国的文化和历史的伟大 那么据我所知 这次展览就是 首先现在在东东多展出 差不多是六个月半年的时间 然后会去蒙特利尔 卡尔加里号 维克多利亚 那么在整个这个 相对来说两年的时间啊 我觉得对于一个展览来说 展出的时间算很长了 那么在这么一段时间当中 您有什么方法 就是说能保持这个展览 一直有它的这个新鲜感 有热度 让大家都愿意来参观 首先的话 首先的话 我们要改正一下这个 有一个新的变化 就是说我们这个展览的话呢 后来中国国家文物局 有新的一个政治 所以我们这个展览的话呢 只能在加拿大逗留一年时间 所以这个展览的话呢 在这个东东多结束之后 就会在这个蒙特利尔展出 一直到明年的六月份 很遗憾的话 我们加拿大西部的观众 卡尔加里的和那个 温哥华地区的观众的话呢 可能这次就失失交臂了 我再次表示 对他们表示遗憾 但是以后还是会有机会呢 以后还会有这个机会 我们也相信这个 还有其他的形式来展示 那么在这期间的话呢 我们 我相信呢 主要是在不同地区展出 主要是给不同地区的 加拿大观众和中国的观众的话呢 得到更方便的 便利的条件参观 所以我想在各个地区的 各个不同的城市 都有他们的这个宣传的热点 和观众的兴趣 所以我相信呢 我们这个对兵马俑的热度的话呢 自从他35年发现以来 就一直在这个中外观众当中 都有一个非常高涨的热情和场观 我相信对兵马俑展览 和兵马俑本身这个 这个文物的热爱的话呢 是一直都会有的 那么这个展览是到明年的1月2号 对吧 在多人多展览期间是1月1月1号 恰逢这个圣诞还有新年 在这还有不到1个月时间里面 这个展览有什么 比如其他的一些特殊活动 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吗 我相信在这个期间的话呢 我们会有大量的工作人员 会对这个展览会进行宣传 因为我希望在 在我们希望在这个度假期间的话呢 观众和特别是有孩子家庭的观众的话呢 等孩子放假之后的话呢 能够趁这个最后这个机会 能够来到我们博物馆 参观和这个感受 这个中国青春文明的 这个中国清代文明的 这个伟大的艺术 我们从此呢 会推出一些新的 还有些讲座 还有一些这个 对庆祝新年的活动 都是配合在中国这个新年展 包括我们那些餐饮的活动啊 也会 随着这个并马云展团的 最后的高潮 会推出一系列的活动 那么就是咱们身后这些陶涌啊 它们一定都是价值连城的 那么这运输过程 我想一定也是 非常的繁琐和复杂 那么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 这些大的这些陶涌雕塑 怎么运过来的 你们买了多少保险啊 买多少保险的话 这本身就是无价之宝 所以从这个保险单来讲的话呢 我们从上运作来发展的话呢 我个人还不太清楚 但是呢 我知道的是就是 对这些无价之宝的担保的话呢 是由加拿大政府提供担保的 这批文物呢 一共有大约250多件文物 那么中间呢 真正大小的这个并马俑的话呢 也大概有10件 特别是马的体积非常大 所以一共他花了三个航班 那个货运航班到多伦多 在这个运输和搬运的期间的话呢 我们这个发现 加拿大的航空公司的飞机啊 从上海北京到这个多伦多的 直飞的飞机的话呢 没有一辆可以这个装得下 这个装得下 所以我们还要用这个KOM航空公司 从这个北京运到这个阿姆斯特丹 欧洲然后从欧洲再转到 到多伦多 这比较 有没有可能咱们留下一个自己 在自己在就是长期在这展览 这也是我们希望的 但是不太可能 因为这都是中国的这个国宝 我们所有这些展出的这些手续的话 都是跟中国国家文物局 等国家的这个最高的文物管理部门机构 进行的这个商谈和协调 都由我们法律条本来 来这个支撑这个文物的展览的话 所以以前我们按照中国的法务 文物保护法来运作 所以所有的文物的话呢 在海外展出一年之后 要完全完整的回归祖国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 我觉得您作为一个资深的考古学家 您可以说也是为中西方文化这种交流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那么除了这次这个 秦始皇兵马俑的策展之外呢 您在今后啊 您计划就是还将什么样的中华文化 能够引到 带来加拿大给这个观众朋友们 或者市民来参观呢 谢谢你 谢谢你的夸奖 这个我在多伦多工作了14年 多伦多对皇家大利博物馆工作了14年 正在努力地把多多介绍给 把中国的文明多多地介绍给中国 以各种各样的形式 介绍给多伦多观众 从加拿大皇家大利博物馆的历史来讲的话呢 这次展览的话 以这种大的形式来讲的话呢 是第三次 就是跟中国国家文物部门进行合作的话呢 是第三次 第一次1974年 当时的话呢 是第一次新中国考古出渡文物的展览 在北美巡展的时候呢 我们博物馆是第一次 在上一次的那个大型展览的话呢 是2002年 是我举办的这个四川省 那个四川省过来的三星堆文明展 这是第三次 那么呢我们可以看到 每个几年之后的话呢 我们都想努力的 把不同的这个中国的文化文明 带给多伦多观众 比如以后可能我们会强调一下 更晚期点的 唐代 宋代 元代的 瓷器 陶器 或者是这个绘画 这些艺术介绍给观众 同时的话呢 我们也在考虑 和这个中国的博物馆进行这个合作 像比如说故宫博物院呢 中国博物馆呢 国家博物馆呢 把加拿大的这个文化呢 介绍到中国去 在中国的博物馆里面展出 好 非常谢谢那个沈晨博士 今天接受我们采访啊 在这里提醒电视机前 各位观众朋友们 这次这个秦始皇 兵马俑的展出呢 是到明年就是2011年的1月2号截止 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能趁着这个节假日的时候 有时间就过来安省皇家博物馆 来看一看这个展览 我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 好 谢谢沈晨博士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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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品牌 感谢观看